上演了蜜月行情 例如Amazon Wayfair Walmart Costco 都是我们的电商主要客户 科斯达和8000多家 美国家具业者合作 协助传统家具通路 导入电商云端系统 并且提供完整的仓储和物流服务 而有家具业阿里巴巴之称 在美国站稳脚步后 让科斯达也积极进行全球布局 把我们自己定位 不只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事实上我们是放眼世界 那就包括美洲亚洲 我们都在我们整个商业布局里面 一步一步的去追涨下来 科斯达26号以33.9元正式挂牌 早盘最高来到36元 涨幅超过6% 但受到大盘拖累 收盘值小涨1% 收在34.3元 科斯达今年1到8月的营收 高达82.15亿台币 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8% 而第四季进入旺季 更有望带动公司全年营运创新高 是否能同步带动股价走高 也备受投资人期待 三连新闻 许红超 邱子玲 李双铃 综合报道